第五項質詢黃毓民議員 主席 本人收到求助個案 只有留院接受治療的合資格選民 分別在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日 被醫院以健康理由 拒絕批准外出投票 選舉事務處亦無相應行政措施 協助這批選民 就協助無法獨立完成投票程序的選民的措施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選舉事務處會否在以後的選舉中 派員到所有醫院協助住院選民投票 及二、選舉事務處會否作出相應安排 協助居於安老院舍並行動不便的廉長選民 在選舉日投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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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 區議會規例第541F章第34條第一款 在每一項有競逐的選舉中 總選舉事務主任是必須在投票日前10天或之前 向每一名的選民發送投票通知卡 規例第34條第三款進一步定名 總選舉事務主任必須在投票通知卡上 述名有關選民是必須在哪一個投票站投票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第541D章 亦都是在有類似的條文 為了方便選民投票 選舉事務處是會在向每名選民發出的投票通知卡中 甲父獲派投票站的位置圖 上述安排是適用於所有選民 包括留院接受治療的選民 選舉事務處是曾經根據在懲教院所設立 專用投票站的經驗 是考慮可否在醫院設立投票站 根據設於懲教院所的專用投票站的投票安排 選舉事務處是須預先編制選民登記拆要 供專用投票站的票站人員 核對有關選民的投票資格 該處亦都會作出特別安排 是更新這些的拆要 以反映投票日的情況 但是醫院和懲教院所的情況是有所不同 一般在星期日舉行的投票日 懲教院所一般是不會有選民入獄或者是出獄的 但是醫院卻是可能有不少病人進出 由於醫院病人的流動性是甚高 是即使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 也都不可能在投票日 更新有關的選民登記拆摘要 在這個情況下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 是會有病人在醫院投票站投票之後 到其他或者他所獲偏配的一般投票站 是進行重複投票 另一方面也都有可能會出現選民 在一般投票站投票之後 是入院在醫院投票站 是重複投票 再者即使在醫院裏面某一些的指定地方 是設立投票站 醫院裏面的選民 是仍然需要到該指定的地方投票 因為身體狀況 不適宜離開病房的病人 也都未能夠受惠於這一行的安排 又假如票站人員是到每一張的病床分發選票 讓病人可以在病床上投票 即是比較難去確保投票的保密性 而醫院如果是調派醫護人員協助病人投票 也都是會加重醫護人員的工作負擔 影響醫院的正常運作 最後醫院是有可能在接近投票日的時候 或者在投票當日是爆發傳染病 而是不適宜在裡面設立投票站 選舉事務處亦都難於在短時間之內 是找到合適替代的投票站 總括而言 目前看來在醫院設立投票站 在現階段實際上是難以實行 答覆第二部分 根據規例第33條第3款 總選舉事務主任 是需分配與選民一個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接近該選民的登記住址的投票站 如果選民是屬於殘疾人士 或者是需要用輪椅進出 而其所獲偏配的投票站 是不方便使用輪椅 或者殘疾選民進出 是可於投票日五天之前 是透過電話或者傳真 向選舉事務處申請重新偏配到另一個 方便他們進出的投票站 申請人是會被偏往一個接近去住址 並且是適合使用輪椅 或者是殘疾的選民使用的投票站 如果情況許可 選舉事務處亦都會透過香港復康會 是為使用輪椅或者殘疾的選民 是安排復康巴士的服務 接載他們來往投票站的 上述安排是適用於所有選民 包括是居於安老宿委行動不便的長者 一直以來選舉事務處在每一次選舉中 均是盡力密適適合使用輪椅 或者殘疾人士使用的場地 是作為投票站 而在可行的情況之下 選舉事務處亦都在一些非無障礙投票站 是加設臨時的斜台 使有關投票站 可以供行動不便的選民使用 在剛剛剛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 是有超過九成的投票站 是軍會方便行動不便 或者使用輪椅的選民進出 較以往的選舉是為多的 我們當然是會繼續致力 完善相關的選舉安排 多謝主席 黃毓民議員 主席 局長又在這裡打官腔的 你回答是按照法例 行禮遇 ber答的等於沒有回答 我問你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現在醫院有很多病人 他們不能出選投票 OK 你在醫院中亦沒有安排 然後標準是哪個定的呢 怎樣才可以 證明健康就不能出去投票呢 是吧 你現在回答就說我沒辦法在醫院設投票站 還要講有傳染病 更加沒得知 你回答了等於沒有回答 第二條就是安老院社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最近的種票疑雲 以及其他我們參與選舉的人都很清楚 一車車車車老人家去投票 然後載他那些不是政府 你說你盡量安排給老人家 或者行動不便去投票 結果載他那些不是民建聯 就是建制派工聯會 然後投給誰大家心知肚明 即是香港的選舉 因為理列的選舉樹木柱這種安排 已經令到選舉青年不在 所謂青年選舉已經蒙上陰影 除了我們要長調平等機會的問題 老人家行動不便 政府有安排投票嗎 你沒有的 你現在答覆債說 我們有這樣的設備 已經有九成的投票站 就可以有設備方便 行動不便的老人家 現在種票是一個院舍 全部選民登記同一個地址 然後一起去投票 這是另一個問題 主席 請你不要再發表你的議論 提出你的真相 現在我的問題是很清楚 我問兩件事而已 局長在這個答覆裏面 都沒有辦法具體回應到我這兩個問題 你現在第一條答我的就是 在醫院裏面 是沒有辦法安排一個投票站在這裏 我想你答我就是 你安排不到投票站 那些病人如果要出去投票 醫院是用甚麼標準 給他投票 或者不讓他出去投票呢 好像我上次做手術 我躺在醫院裏 我都回來做動議辯論 醫生給我便可以 是不是要有一個標準給醫院呢 醫院本身又有一個標準 和選舉事務處 大家會協調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些安老院社的問題 你都沒有回答我 黃議員你請你先提出一項的補充質詢 局長 多謝主席 或者我都再具體地打一答 黃毓民議員剛才有兩項的跟進的 首先在醫院方面 當然就是根據黃議員的主體提問 就似乎是有個案是因為 在一個住院的選民 是因為醫生根據他的身體的狀況 是沒有批准暫時去出院 進行一些其他活動 包括投票 在這方面當然就在香港來講 病人在醫院裏面留意 如果有需要是要暫時出院的時候 這個是主診醫生 和他的醫療隊伍的 根據醫學的標準來決定的 就至於各位的留院病人 是出去要投票 還是譬如說有時可能過時 過節回家吃餐飯等等 這些是一向醫生 我相信都是根據病人 本身的身體狀況處理 如果假設各位的病人 根據醫生的團隊 覺得是可以暫時一個短的時間出去 譬如說進行投票 而在那個交通安排上有需要 剛才我在主體答案也都講過 是可以是聯絡選舉事務處 是有復康巴士的服務 是免費接載這些病人 去到相應的 適合他們用的投票站來投票的 這方面 或者我們在加強宣傳方面 可以做得多一點 這是第一點 至於在安老院社方面 我有一點補充 就是說根據我們現行的選舉的法例 如果是留在老人院裏面 作為主要的居所的話 根據現行法例 他們是可以用安老院社 即是過夜的院社 作為他們主要的登記的住址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如果假設是有一些接載的時候 剛才除了我們選舉事務處 透過復康會安排的復康巴士之外 如果有其他的情況之下 其他人士好 團體好 或者一些非政府組織好 是安排一些交通方面的服務 事實上現在我們在相關的法例裏面 都是有所規定的 相關的法例裏面 是譬如說廉政公署 亦都有一些的策子 是講到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 假設一些免費的交通的服務 是無論任何人都好 是提供的時候 是純粹是為了提供一些方便的話 而以在選舉舞弊條例之下 是並非一個的罪行 但是如果在這個過程裏面 有任何的情況 是一些英文叫做 canvassing activities 或者叫做 你可以說拉票 或者是鼓勵人去投票 或者鼓勵人去不投票 給某一個的候選人 又或者甚至 如果在這個交通工具裏面 譬如舉個例子 如果穿上一些的衣飾 或者有其他一些附屬的 什麼叫accessories 的服裝等等 如果是有一個 某一個候選人的資料在上面的話 這個免費的服務 是可以被視作為一個的利益 而如果是這樣的話 與現行的選舉的條例 是會有一個違法和違規的情況出現的 在這方面詳細的資料 在廉政公署的相關查詞也有 亦都在我們相關公開的資料 都可以查閱到的 多謝主席 主席 我希望政府可以提供一些資料 就是過去你利用這些復刊巴士 在安道院舍接載一些 老人家去投票的紀錄 是不是 以及醫院 OK 我希望你提供一些資料 因為我的跟進問題 你的答覆就給你的書面 現在你的答覆比較完整一點 但是麻煩你給資料 我們就不太說白話 好嗎 局長是否可以提供資料 可以的 會後我會再提供給秘書處 多謝 陳偉業議員